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乖武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君搞什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有人预嫁你要怎么办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我常常灌输冠病一个观念 不要预嫁未归 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 只要有室友我肯定让你续嫁 或是多休几天 就算你的理由是我的女朋友跟人家跑了 我很伤心想在家里多休息一天 也可以只要你说得出来 我就让你续嫁 不过通常这类的情形 我还是会请一个干部到家里关心一下 我的印象当中 我从来没有让官兵不得续嫁或请假的情形 虽然做了这些预防的措施 我的部队中仍发生多次官兵御嫁未归的情势 遇到御嫁未归 你是主官 你会怎么做呢 我想很多主官的做法都是 干部持续联络或找个干部到家里去 先不要向上回报 报了两天后他回来怎么办 长官会怎么看你 一个部队没有几个人 官兵的心绪你也掌握不了吗 报了 离音通报也发了 他过两天回来了 你又有一堆手续要去完成 真的也是很烦 但是如果当下你不向上回报 这个人也没有回来 你是主官绝对要扛起所有的责任 因为这是你下的决心 必须承担一切的后果 我待过不少单位 有人很幸运 欲嫁未归的人 没几天后就回来了 有人很不幸 欲嫁未归的人 一直都没有回来 这个主官也遭受到了惩处 说他隐匿 说他辞报 说他漏报 如果你是主官 你会怎么做呢 其实我的做法就是 都跟你讲那么清楚了 你还要欲嫁未归 还联络不到人 那我当然向上回报啊 把这个烫手三翼丢给营长嘛 营长要做什么后续的处置 我就无法干涉了 现在的官兵休假已经很正常了 长官也都是很好沟通的 真的没有必要欲嫁未归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 平安顺遂的军礼生涯 以上是我针对 有人欲嫁未归 你要怎么办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务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 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